中國民間機構民生觀察工作室的網站 最近發布了2014年 中國維穩與人權狀況年終總結 文章中說 中共當局在去年把原來的被動維穩 升級到主動的維安體制 民間所有的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努力 都被當成了危害政權安全的所謂不穩定因素 進行全面的打壓 中國人權狀況的後退和惡化 達到了近20年來最為嚴重的程度 民生觀察工作室的報告指出 中共當局已經把原來的維穩體制升級到維安體制 建立了網格化維穩和控制社會體系 並開始主動出擊 對民間加以先期的管控和打壓 進一步限制新聞自由和網絡自由 嚴控意識形態 報告說 去年中共當局有計畫有步驟的 在全國範圍內以暴力手法對民間大掃蕩 大面積抓捕維權律師、學者、記者、編輯 作家、NGO活動人士、人權捍衛者 以及不同政見人士 據不完全統計 去年有2,270人次的異議人士、維權人士 以及訪民被維穩監控 這種人權狀況的後退和惡化 實屬近20多年來之罪 原維權網負責人李金方表示 在中國大陸 很多人被抓捕後 很長時間都不為外界所知 導致無法準確統計 但他感受到2014年是中國人權很糟糕的一年 而且還在持續惡化之中 僅據明慧網的統計 在去年被綁架的 有名有姓的法輪功學員人數就高達6415人 比前年的4942人增加了29.8% 在2014年中 有983名法輪功學員被庭審和判刑 也比2013年的796人增加23.5% 但由於這些都是在中共特務組織 610秘密操縱之下做的 許多消息無法被外界知道 民生觀察工作室的報告還指出 中共當局對被捕的民間活躍人士 濫用擾亂社會秩序、非法集會、 尋釁滋事等口袋罪名作為維穩手段 而且警方也越來越肆無忌憚地濫用拘留 來限制公民人身自由 除暴力打壓之外 當局以喝茶、傳喚、警告、毆打、跟蹤、圍堵 被旅遊、被停職、被搬家、被失蹤 關黑監獄、送法治教育班等 種種非法的維穩手段也趨於日常化 報告還說 中共加緊了對意識形態的管理 當局下令把魚英時、九把刀的書全面下架 野夫、毛瑜士、張千帆、梁文道等人的書不准出版 70歲的著名記者高瑜、80多歲的作家鐵劉 講授憲法學的中國公安大學副教授王守田 都是因所謂的不當言論被拘留 中央民族大學維吾爾族教師伊利哈姆也因言論被重判 北京大學的夏業良、中國政法大學的騰彪等人 也陸續被其所在大學除名 中共在網絡上的動作更大 除繼續封殺Facebook、YouTube、Twitter等社交媒體之外 還關閉了2000多萬個即時通信的各類帳號 其中涉及很多網絡大逼 多個民間網站被消失 與此同時 中共還在不斷解散民間NGO機構 持續干擾教會活動等 而且所謂的敏感時期也越來越多 李金方認為 中共的體制不僅會造成內部權鬥越來越嚴重 而且會造成它與民眾的矛盾越來越加劇 所以 為了維護政權 中共對民間的打壓也只會越來越加劇 不過 中國問題獨立評論員李善劍指出 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眾已經不再懼怕打壓 開始站出來維護自己的權力 敢於抗爭了 這表明 中共能維持統治的時間也確實不多了 李善劍指出 打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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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旁邊 去旁邊